我们买车现在真的很不容易啊 我们每次买了车 我们买了新车过后就要保养 保养就是换黑油啊 换变速箱油啊 换刹车皮啊等等 这样子轮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相信大家也是知道啊 轮胎每隔一两年两三年就是换一轮 可是在现在的市场上面啊 轮胎的品牌是多到啊 哎呦多到很够力多 所以我们消费者也是不懂 到底什么轮胎比较适合 日常用有什么轮胎是适合 比较performance性能点的 所以今天我Jaden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在Air Segment市场 Air Segment的车里面 有什么轮胎是比较适合 呃 Eco就是节能 还有是比较performance的 就是新轮胎 现在我们一般上 在City比较多看到的车咧 Air Segment来讲是 Beza、Asia跟Saga 这三大国产车 这样子是三辆国产车咧 原装都好 改装都好 都是14寸或者15寸 原装Asia、Beza跟Saga 它都是有14寸 然后 high spec的就是15寸 但就算你今天要 upgrade你的Taya upgrade你的Rim 去更大一点 其实讲真的 Air Segment也是到15寸 16寸就 很重一下了啦 不是很适合 有点辛苦啊 So 14寸跟15寸的Taya 其实哪一个寸 比较适合 这些Air Segment的车咧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直接针对 14寸 还有15寸 这两个尺寸的轮胎 来分享一下啦 究竟这三款 Air Segment的车型呢 如果用14寸 应该要用什么尺寸的轮胎 然后用什么类型的轮胎 最适合 而15寸的话 又是用什么尺寸的轮胎 更加适合 这样子我们先讲 14寸啦 Asia, Beza跟Saga呢 如果是讲 Saga Low Spec的话 也是来14寸嘛 Standard Saga Standard 如果是Premium的话 就是来15寸 然后Asia跟Beza 也是14寸 这样子 他们原装的尺寸呢 Asia跟Beza是配175 65 14 而Saga就是配185 60 14 其实你们很奇怪啊 就是都是14寸 这么会有175跟185 其实这个是他们的宽度啊 所以185就 顾名思义 就是比175宽一点点啊 可是你千万不要小看着一点点 如果你是时常跑Hairway啊 还是你驾车比较 你的脚比较重一点啊 比较快啊 185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你用 因为它宽一点 稳定度 跟那个轮胎的 跟那个地面的接触 那个面积会更大 所以会提高稳定性 可是如果是想 你要比较深油 油耗要比较美 然后你要比较 pick up 比较轻快 这样175会比较轻 因为它接触的面积没有这样大 咬地也没有咬这样大 所以它的起步肯定会比较轻 油耗也会自然低一点点 这样子14寸的轮胎又有什么比较值得推荐使用呢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 轮胎我们一般上分成两种 一种是Eco节能胎 就是比较注重油耗啊 耐用度啊 比较全面性的轮胎 一种就是 performance 的达亚 就像那种 Michelin PS3、PS4 Bitchstone的IE003 这种达亚比较 hardcore一点的 这样子 其实讲真的 14寸呢 你要performance 就是新的轮胎是 很少 几乎是没有 因为都讲14寸了啊 原厂给到你14寸 像Asia Beza就是为了主打节能 所以14寸的大家自然 就是没有新冷胎 只有节能胎 这样子节能胎有什么好介绍呢 四款 第一款 Toyo Nano Energy 3 然后第二款是 这个Hankock的Kinergy Eco 2 还有Bitchstone的Ecopia EP150 最后一个就是Michelin的XM2 Plus 这样这四款轮胎 为什么我本身会比较推荐呢 OK 先讲Ecopia 就是Bitchstone 还有这个Hankock的Kinergy 如果你是Asia或者Beza的车主 你一定对这两款轮胎 不会太陌生 因为第一款的这个Asia跟Beza呢 都是标配Bitchstone的这个Ecopia EP150 然后FaceLit过后就是用Hankock的Kinergy啦 这样子 为什么原厂会标配这两个轮胎呢 这两个轮胎其实讲着舒适度是真的不错 而且照顾到油耗 很全面性啦 就是湿地也好 干地也好 油耗啊 那种舒适它的软度啊 全部都是做到很平衡的 这样子XM2 Plus 可以讲是这四款轮胎里面 performance比较高一点的啦 因为Michelin啦 可是Michelin的售价当然会比较贵一点啦 然后再来就是Toyo的Nano Energy 3 其实这一款轮胎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用过啊 就是很安静 然后很舒服 可是下雨天四地就 接轮胎嘛 不要去讲究这样多啦 overall是ok就对了啦 这样子这四款轮胎呢 其实不会太贵了 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14寸其实要贵也贵不到哪里去啦 这四款我介绍的轮胎 我推荐的轮胎呢 这些都是从120到150之间啦 左右这样子的价钱 这个价钱只是供你们参考 这样子我们讲完14寸了 其实14寸算是一个很原装的尺寸嘛 很多人买了 买了车不要讲 我Asia Beza跟Saga 我看过很多车主 14寸原装来 一拿车就换RIM了 换15寸 因为美 可是15寸其实你们要很注意啊 Asia Beza跟这个Saga 因为是AIR SEGMENT车型啊 所以 他们15寸是可以用 可是他们的轮胎不能用太厚 或者用太阔 所以 在这一方面呢 都上到15寸了 自然就会有新轮胎 所以很多人会好奇啊 就是 我到底要怎样选 我又想要Performance 我有时候又要想要这个 舒适啊 Comfort啊 Eco一点 这样子 拿一个轮胎 如果我要性能 要选哪一个 Eco要选哪一个 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来讲一下啦 我分享推荐大家15寸有什么好用的轮胎 这样子首先我们先讲了为什么轮胎如果用15寸不能用太厚或者太阔 因为其实15寸啊有很多个尺寸 从15寸开始讲啊有165 15寸15寸175寸65寸 City原装 185寸65寸185寸15寸165寸15寸195寸 50寸60寸 然后到20寸是最 max的宽度 可是如果是讲 Saga啊 Asia跟Beza叻 我是呃 比较建议而且一般上人家只会使用185寸15寸15寸 或者是195寸15 195寸比较宽 我刚才有讲过 195寸比较宽会比较稳定 可是50寸就 这样子 这样子 可是为什么我们 只能用这样薄诶 因为其实很简单啦 如果你用到55 1955 55的轮胎 它厚啊 可是 Air Segment车型它的那个轮拱的 面积很小 如果是你在重 或者是你过不平的路的时候 那个 Suspension 下来的时候就会抹到你的轮胎 还有一点就是要看你用的Sport Rim 我们原装来 Saga跟Beza有15寸 High Spec的车 它们的原装Rim如果你有仔细看它 它们是在那个轮拱的里面的 就是它是stay在里面的 是被保护着 可是 如果你换Rim其实一般上你外面市场上的 改装Rim 我们都讲Offset Offset就是 简单一点来讲 Offset 越低 就是轮圈越靠外 Offset越高就是轮圈越靠内 就是有点像原厂的Level 如果你换外面的改装Rim 通常Offset都是30到34左右啦 他们的 触度已经是跟你的这个轮拱一模一样了 就是这样平平 所以当你的Suspension 你过不平的路还是你载你增加你出去吃饭的时候 太重它下来 你轮胎的胎壁就一直抹 抹久了很容易破 很容易裂 然后 每天摸你自己心里 心痛啦 自己心里 心痛啊 所以 50的胎 是比较适合用的 如果你真的 想要更加 咬低一点 要用195 你只能用到50 55你可以用 可是 可能你Suspension要改一下啦 Sport Spring啊 Adjustable啊 硬一点喔 它就不会上下上下这样 可是如果是讲 你用185就很安全 185 55 宽度刚刚好 厚度刚刚好 像 Saga 都是来185 555的嘛 原装 所以这个尺寸呢 我是个人比较推荐啦 真的要用15寸就用185 555啦 Air Segment的车 用到185其实 够用了的 这样子我们讲完15寸的尺寸 应该怎样选了 过我们来讲一下 轮胎要怎样选 将来我也是有讲到啦 我们有分Eco 节能胎跟performance 我们性能胎我们先讲节能胎 15寸的节能胎 Eco Tire呢 呃我比较推荐的是 Brigeton的Ecopia EB300 呃 Hancock的Kinergy ECO2跟14寸的一样只是它是有15寸的spec啦 然后还有就是Toyo的 Nano Energy 3 SD 07 还有这个Processor CR1 这样子 Ecopia EB300其实我自己本身的Vios也是用住啦 呃除了胎噪声比较大声 不是比较大是真的很大一下 以外其实Overall还是OK的 这样子我之前也是用过SD 07啊 Nano Energy 3 然后他们都是不错一下都很安静啊 Toyo大家真是比较安静如果你不要在意 呃那种宁静度啊还有舒适度你可以选 Toyo的Nano Energy 3还有这个SD 07 Processor CR1的这个Toyo呢就 嗯它有一点 Performance 可是它又兼顾到Eco啦 它不能到很Performance啦 所以如果你是要比较两边 Gap在中间的呢你可以选这个Toyo啦 这样子Hancock Kinergy ECO2 这个就不用多讲真的是 很全方位咯像我刚才讲14寸的很全方位 安静啊舒适啊 湿地干地全部都是Overall做到 很Balanced的 最后一个我要推荐的节能胎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用的 就是Continental CC6啊 其实这个轮胎 呃我又再次用过啊其实我用过很多轮胎 这样子其实这个轮胎是我目前用过这样多轮胎最满意的轮胎之一 为什么因为很安静然后又很舒适 因为我时常会跑highway啊回家啊回kampong啊 然后每次都是跑很 很长的一个旅途啊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样跑 它是安静到没有朋友 真的是你驾车你只听到风声还不然就听到你radio声 轮胎甚至很少很少 可是很多人会complain啊就是 他不耐用啊然后四弟就麻麻地 可是不耐用这方面我是真的有体验到啊就是我用了一年多接近两年他就是剩30%40% 七七八八了 四弟呢我就没有什么去吃到啦我个人是很满意他的这个 平衡性overall是很好用的只是 如果你不要追求 操控你四弟要稳这样你就不要拿节能胎了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拿performance打压因为价钱 其实也是差20块2030块吧 讲完了节能胎我们在讲性能胎 其实性能胎 15寸来讲市面上是比较少啦 呃有的就是我推荐啦Michelin PS3 这个是网红轮胎啊大家都认识 还有就是bristone的 R1003 还有最新款的R1004 还有就是这个toyo的TR1 像我们讲Michelin PS3啦 我的可力 Ivan 他也是用着PS3所以 都讲到性能轮胎啊所以 硬跟这个舒适度会 减低一点啦 compare跟这个节能胎 可是他能给到你更好的performance如果你想要那种 你驾车比较粗鲁一点啊比较刺激一点啊 那种就可以选PS3 还有那我讲了 这样子bristone R1003跟R1004呢 呃R1003我之前也是用过 他 很硬 真的是够力硬 然后很多人会complain R1003 4D的时候不是很咬地啦 呃可是本身我这种驾车比较斯文 斯文一点所以就下雨天就是 没有加快了 50以下吧 所以 没有感觉到什么 呃R1004呢就 最近才在我国launch啦所以 他的耐用度啊performance啊原厂是讲他比R1003进步了很多不管是在甘地 4D 呃舒适度也好软硬的那种 调教都是 improve很多可是 这种东西还是要等我们消费者去desco才知道啦 最后一个就是toyotr1啦 这样子接下来这个toyotr1呢 很多人听了会有点奇怪 哎不是t1r吗toyot 呃其实是 这个t1r 是旧款 tr1是新款他取代了之前的t1r啦 所以 是有点 乱乱水啊这个名字 所以tr1呢这个轮胎呢 我没有用过可是我朋友在用着他的civit 他的civit他讲除了轮胎硬一点胎照大一点其实overall是很好用的 而且售价也不会太贵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去 问一下价钱那些哦 OK这样跟大家分享完15寸的节能胎跟新能胎的 选择跟推荐过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价钱啦这个是大家一直很紧张的东西 呃节能胎刚才我讲到那些bridge stone啊 ecopia hancock eco2啊 toyo啊 他们的价钱都大概是在150到 170 或者80 左右啦我们这边会列一个表你们可以 参考一下这个价钱 只供参考 再来就是 是新能轮胎啦 performance dia9我介绍的那几款呢 价钱一般上啦都是220到250 之间左右啦 这边也是会有个表你也是可以看一下啦 也是参考用罢了 这样子所以 如果你今天呢是想要 很省油啊然后 比较经济一点的啦你没有在意什么performance handling啊 这样子你绝对是不用想直接拿 那种eco的daya就对了 因为 很平衡嘛全面性不管是跑highway啊 湿地干地啊油耗都帮你照顾到美美就是稳稳 可是如果是想你很在意操控的话呢你的脚又很重 手又 不能停了这样勒这样子你还是拿performance dia performance dia 还是给到你比较安全比较稳定的performance OK啦这样这一期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B segment啊 SUV啊还是 关于daya的知识还是你想要问什么东西你记得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去看然后我们也会尽量 安排这些content来拍给你们看跟大家了解一下分析一下啦 这样子 记得啊如果喜欢这一期影片 按赞分享 订阅啊subscribe啊一定要subscribe啊 OK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